两军头消失多时现身两会 习亲首拆第四第五军种 两会前北京街头两大反抗火种 再被点燃民众结醒 与菲律宾秘密谈判失败 中共十一份解决方案遭拒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国际新闻眼 我是美玲 习近平有称霸世界的野心 不但想通过武力收回台湾 还想与美国一届高下 因此下令建了所谓的第四军种火箭军 和第五军种战略支援部队 但是众所周知 这两大军种的将领 在去年军中大清洗中都突然消失 直到近日的中共两会期间 他们才再次露面 而这也让外界窥视到 去年那场大清洗后的余波 及其近平几乎是亲手拆掉了 由他组建的两大军种 3月4号 出席中共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 中共军方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已成立 而这个代表团引起了外界注意的是 据中国央视军事国防频道新闻显示 去年7月遭免职的中共火箭军政委习中波 和失踪已久的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员 既干生都现身两会 这着实让人感到震惊 因为这两人落马 看起来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 结果又同时出现在两会这样的场合 背后不知发生了什么惊天逆转 李奥法学家袁洪斌教授此前 曾在经议论坛节目中披露说 据中共体制内人士表示 既干生被抓以后认罪态度特别的好 而且交代的特别彻底 习近平去年展开对习家军的大规模整肃 源头就出于既干生的内部交代 据说他把私下里对习近平的不满的一些谈话 全都给说出来了 今年的1月29号 消失多时的既干生 也在中共人大代表赴贵州视察的座谈会上 公开亮相 被外界认为是平安折禄 这次出席中共两会的中共火箭军 原政委徐中波也引发了外界的关注 猜测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才让他又在两会现身 对此 袁洪斌3月12号向大纪元爆料说 从今年下半年推迟至今年的中国二十届三中全会 到现在还不能召开 就是因为以前中共外交部长秦刚 和前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 为党火索点燃的习家军 对习的不忠大案还在延烧 袁洪斌说 在查案的过程当中 战略支援部队的司令员 据干生和原火箭军政委徐中波 交代出这个案子和已故的中共党魁 江自民之子江绵恒有着直接的关系 中共当局及其当局认为 这些被清洗的军中要员们和江绵恒 结成一个以经济方面贪腐勾结 和权权交易为基础的政治团伙 他们在一些非中共组织活动的场合 私下攻击习近平治国无方 看来习近平之所以不惜 对表面口口声声 忠于自己的习家军大动干戈 是因为事实真相 让他感到震惊和触动 才会这么动怒 而习近平的这一怒 在某种程度上 等于是亲手瓦解了 他亲自组建的中共第四和第五军种 即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 中共火箭军掌握有被中共 十分看重的核武导弹等威慑力量 由习近平在2015年底 亲自下令组建 而且是亲自命名 亲自掌控的 党规习近平 自然是把火箭军 作为一支王牌军 希望以此震慑世界 甚至达到和美国抗衡的目的 从而实现自己的大国强军梦 但此前也有爆料说 中共火箭军高层 对于习近平心心念念 要武力攻台持悲观态度 觉得将会成为炮灰 而火箭军的贪腐 比如导弹里装的 竟然是谁等丑闻 和2022年10月 美国公开发布的火箭军的详细情况报告 想必也让习近平又羞又恼 随这来的是对火箭军高层的一锅端 而号称第五军种的战略发展部队 现在已几乎是一团乱麻 据悉 中共战略支援部队是习近平 在2015年军队改革中新建的军种 由航天系统部 网络系统部 电子电磁系统部 和军事情报部组成 习近平曾说 战略支援部队是中共军队 所谓新制作战能力的重要增长点 2015年12月31日 习近平还亲自向战略支援部队授军旗 并发表信词 2016年8月 习近平又视察战略支援部队机关 并且做出讲话 虽然习近平对战略支援部队寄予厚望 但是该军种显然并没有达到他的期望值 据港媒《明报》报道表示 习近平设立该部队 是将整合成现代化的特种作战力量 但是8年下来 效果不彰 除了机构虚胖 级别虚高的缺点 以及多了一批上将 中将外 因是拉杂成军 而且各组成部分的业务都不相关 所以战略支援部队总部 就变成了虚设架构 《明报》还披露 战略支援部队将被拆分成天军与网军的可能性比较大 也就是仿效现在的中共联勤保障部队 建成直属中共中央的军委的军事航天部队和网络对抗部队 这样就成为中共复战区级的兵种 也等于说战略支援部队被撤销了 从习近平曾肘蜀满志 要建立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要到和美国一决高下 再到曾被外界担忧的军队真实战力 曝光于天下 除了恼羞成怒 习近平也几乎是无力再与美国称霸 而他亲自组建的这两大军种烂尾命运 也为中共的行将旧幕 又钉上了两颗棺材钉 中共自称是人民的公仆 但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恶化 让西日沉浸在岁月静好中的人们 纷纷从中共的虚假谎言中苏醒 并且认清中共的邪恶和残酷 近日海外曝光出在中共两会召开前 在北京街头爆发起两起 堪称点燃民众反抗的火种事件 3月11日网友海外爆料 在X平台上发出一个视频 字幕显示 今年2月29日在北京市朝阳区 小红门乡北京京区 乡线有限责任公司附近 一名年轻女孩对来往行人和车辆 大声喊道 中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 这说明国家的政权归人民所有 是人民政权 女孩又喊 宪法第二条 一切权利属于人民 这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法律证据 是合法的人民政权 是合法的人民当家做主 全国各族人民要担负宪法的实行 维护宪法尊严 完成宪法法律的落实 否则的话 依法治国永远都是空谈 女孩还喊 执政党共产党 治国理政 是通过立法把治国理政 写入宪法里面 宪法落实不下来 依法治国永远都是空谈 女孩继续高喊 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 人人都要起来 要有主人翁的意识 同侵权打人的恶事 做出大的斗争 在这过程当中 几个警察不紧不慢的 走到女孩身边 视频中还时不时的传出 一次劝说女孩 别说了的声音 中共两会当时即将召开 而北京城也几乎达到了 风声鹤唳的程度 在这样的高压之下 一个年轻女孩 能当众大声喊出 冲击到中共气管的话 勇气可嘉 对此 网友们纷纷表示 勇敢无畏的人 为勇敢的女士点赞 希望有千千万万人们站出来 也有网民表示 身份证拿出来看仔细 你是居民 不是人民 还有网友指出 共产党的一大制胜法宝就是 不要脸的给人民戴高帽 人民又是拥有这个 又是拥有那个 结果最后 只是落个名义上的当家做主 实际上是共产党书记干部们 垄断一切资源 垄断一切权力 垄断一切国企 贪婪的 稀释人民缴纳的一切 无独有偶 2月29日当天 北京街头又有一名男子 当初怒斥中共被抓事件 今年3月1日 据网友海外爆料 在X平台发文 昨天北京西单中有百货门前 民间声讨中共当局 动不动就把人从家里抓走的行为 并有百姓打出横幅 要求官员公开财产 人民对中共当局的不满 犹如地下永迹的岩浆 越来越有 喷勃而出之势 支持你英雄 更期望越来越多的中国人 能够勇敢地站出来 大声说 中国共产党 我反对你 该网友还附上相关视频 从中可见 在北京西单中有百货门前 有一名中年男子 带着扩音设备在演讲 他身后有人整齐拉出的两条横幅 其中一条写着 公民要求官员公示财产 演讲者怒斥中共警察 动则把居民从家中抓走 他说 你抓我们干啥呀 动不动半夜的 到我们家把我们抓走 说两句废话 今晚没准又抓我们 一次有人附和说 那有什么可怕的 我们是正义的 该男子接着说 老百姓交税 养着你们 是让你们为国家服务 让国家进步的 我们要求贪官公开财产 是为了社会进步 你打压我们 你们到底是什么东西 他这只警察 吃人民的饭 喂狗开门 这只现场有大批警察 走到他的身后 抢夺横幅 并要把拉横幅的人 和这名演讲的男子抓走 随后 一些此前围观的民众 上前与警察理论说 这有什么错呀 他为老百姓说两句好话 凭什么抓人家呀 有人说 警察作恶 还有一名女士 上前推警察说 你没有执法权 凭什么抓人 还有人说 你凭什么理由传唤他 围观的民众越来越多 大家纷纷围住这些警察 并手机录像 还有一些人 持续警察理论 想阻止警察 把他们带走 面对民众问的质问 警察和便衣 也不像以往那样跋扈 有一个便衣说 我们和你解释这个问题 从这个视频 我们可以看出 中国百姓 从以往对中共的畏惧 和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转变为 有余与警察进行反抗 即使是政治高压下的 北京市民 也不再唯唯诺诺 而是与警察们 记理力争 不想让警察 把这些勇士们抓走 而这两个同时发生在 中共两会前的 民众觉醒事件 也象征着中国民间 反抗中共暴政的火种 已经点燃了 当前的情况 正如近期一名 熟悉中共内部情况的人士 像法新社所披露的那样 中国现在形势危机 仿佛是一个随时会爆炸的高压锅 日前 据菲律宾媒体披露 中共去年向菲律宾提出 解决如何管理人爱交等问题的 11份文件 但菲律宾以违背国家利益 为由拒绝 从而牵出了 两国似乎在秘密谈判的猜测 中共与菲律宾继续展开争端 3月4日 一艘前往仁爱交 执行例行补给任务的菲律宾船只 遭到中国海上民兵 和海岸警卫对船只的骚扰和拦截 据菲律宾方面表示 中国海警船向菲律宾船只发射水炮 打破一只非国补给船的挡风玻璃 造成至少4名船员受到轻伤 中国一艘海警船 还与菲律宾船只碰撞 导致菲律宾船只遭到轻微的结构性损坏 这是两国最新的一起摩擦事件 在中非两国关系持续紧张之际 据台湾自由时报报道表示 3月12日 菲律宾外交部回应说 已收到北京方面提出的多份 海事相关提议概念文件 包括一项坚持实施 被视为默认为或认可中共 将日爱交作为其领土进行的控制 或管理行动 但菲律宾不会予以考虑 因为这些概念文件 违背了菲律宾的国家利益 日前据《马尼拉时报》披露 一名中共官员爆料说 但在2023年4月 北京便向马尼拉提出 11份概念文件 每个文件都提出一个解决方案 包括如何管理人爱交 和黄岩岛的捕鱼问题等 该中共官员还表示 中方希望与菲律宾外交部讨论概念文件的内容 并能共同制定指导言则 但小马可市政府没做出任何回应 中共据此质疑非方是否真的有意让南海局势正常化 12号菲律宾外交部发表声明说 从一开始外交部就展现了 菲律宾以最大诚意进行秘密谈判的态度 因此我们对中共对外公布双边讨论的敏感细节 感到非常惊讶 还说菲律宾政府绝没有忽视中方的建议 好的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明天见